現在真是兒子大小的世界 大時大節 也不然接著爸爸出來喝一頓茶也好 不要啦 魚爸, 冷不冷? 再穿件衣服, 好嗎? 來, 先回家 你真是多事 我都沒有跟你說我冷了 不要緊, 這樣吧 我先放在旁邊 珍姑娘, 魚白無緣無故發脾氣 你不激氣嗎? 不會, 今天剛巧她心情不好 沒事的 你好像很了解老友記感 不如教下我 有師姐教了兩句 耐性包容很重要 笑容之詞不可少 不, 不吃 試一點點吧 不吃 來, 少一點吧 一口而已 不, 不吃 很好吃 你吃吧, 我不吃 都說不吃 吃什麼 都說不吃 不要緊, 你眼一點肚餓再吃 接觸旅遊記, 耐性很重要 有時試一次不行 可能要試多幾次 慢慢跟他們溝通 不過, 有時旅遊記心情不好 甚至動作比較大 我們就要保持冷靜 不要勞氣 千萬不要逼旅遊記 可以讓他們休息一會 待會再看看他們有什麼需要 旅遊記都有自己的情緒和生活問題 我們要嘗試去理解 用一個寬容的心態 多點關心和體諒他們 如果可以的話 用不同的方法去陪下他們 盡量安排一些有意義的活動給他們 阿珍姑娘 不好意思 其實我們的老朋友 年紀一大 很容易發火 所以有時講完 又挖離除些 你不要怪我 雨伯, 那你今天的心情為何不好 好啊 大事大節 做子女的個個都是 去探望老爸 甚至乎帶他出去喝茶 我這麼早就去等 等到現在 只有我一個人 你還有我 你不要想念你的家人 不如你告訴我 你們以前的過節是怎樣 又或者我陪你看電視 好嗎 好 好 老友的見到他們有笑容 他們都會開心些 有時他們專注他們自己做的事 我們可以輕輕地觸碰他的手臂 或者手背 讓他們知道我們有事想找他 千萬不要大大聲叫他們 會嚇到他們 魚伯 魚伯, 你想去哪裏 不如我拿張鱗椅來幫你 不用 我又不是不走急 要讓我走幾步 好, 那我陪你走 來 慢慢 小心點 有時老友的有自己的需求 或者想法 我們當然要尊重他們 如果情況合適的話 我們可以給多些支持他們 無論精神上的支持 或者實際的協助 都可以幫助到他們 如果遇到突發的情況 而自己一個處理不到的話 記得找些資深的同事支援 千萬不要自己硬來 耐性包容很重要 笑容支持不可少 好有用 對呀, 希望可以幫到你 曾姑娘, 替我穿上衣服吧 不說了, 我替魚伯穿上衣服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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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